凌风消失八个月中回归众人视线,在豆瓣区呼吁观众,不要因为自己错过好电影,无一把因SKR与虎扑之难发生正面冲突,从而开启一系列证明实力存在的反击,杨阳,张帝兴,一个号十八月出演玄幻大IP舞动乾坤, 一个在老前辈带领下开始有力演技,2018,影视车行业演员职业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,从前两年观众常常挂嘴边的归国四子,顶级流量,到近一年来提及最多的演员系列,天下片酬,全数101,粉丝的审美质疑趋向于实力排,甚至不知不觉中,流量明星已成明月黄花,悄然不知起了演员事业, 造成流量明星急于转型的原因是什么?又是谁杀死了流量明星?粉丝经济文化下,流量光环又真的会消贩吗? 困境与突围,初代流量们的2018,在谈流量明星文化之前,先来科普一下流量明星定义, 顾名思义,流量明星就是特制那些长的好看,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,却又拥有大批中实用顾者的年轻艺人,流量是大数据下一种亏探演员身价,人气值得衡量标准, 而明星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下的产物,其粉丝越多,商业价值变越高,地位也就水涨船高,提起国内流量明星发展史, 那要从2014年说起,在当年,娱乐圈流,献出一批新的,粉丝人数高涨的年轻男艺人,杨阳,黎一崩以及归国次次,便是在当年同期产出,杨阳凭借盲络据当幕笔记开启走红事业,吴亦凡,陆寒韩国归来,一条微博评论数量打破迪妮斯记录,黎一峰古剑其他首当男主级红透霸边天, 那一年,鲜肉鲜花孕运而生,尽管带有表意,却依旧无法掩盖流量光华,那一年,陆寒,吴亦凡,杨阳,黎一峰,被观众称之位出道几次位,顶级流量娱乐圈处在流量的名号,为几位新人量身定作,时隔四年,当影视行业乱象频出,鲜花鲜肉滥用替身,倒模,流量明星不会演戏 却拿天价片酬,以及政策高举高达的线线令和网传八百万单集版全天花板外,初代流量明星们也随即迎来了下坏路, 以及年暑期到热播影视作品二丽,杜寒关小童并情之作,前面暴击首播收视,创湖南卫世纪年来收视新低, 曾经一条恋爱微博,以发网络瘫痪的顶级流量,如今新作是从观众潮喷到无人问津,杨洋主演《舞动前昏》首播收视0.333,张力导演加持,赤字六亿,顶级IP改编,也未能拯救口碑的扑接, 无依法中国新舒畅,以FK而努力保持音乐人专业素养,却依旧难逃热度下降事实,因比一封参演《动物世界》,差点让这不好电影,与观众错过虽然玩笑话, 却也让影视行业真正意识到,想依靠流量明星,走大获丰收之路,再也行不通了。 显然,流量明星发展至今,已迎来职业生涯的出个困境,但困境背后,他们也正在密谋转型, 杨洋、李一峰、张艺兴通过影视作品重塑自身形象,尽管有成功,又失败,但其努力是显而易见的, 无依法放弃演艺行业,回归自己煞长的音乐行业后,音乐店上大师身份起码是稳坐的, 至于,陆航、黄子涛两位,一位磨碍尔王,一位奔赴在表情包文化,和霸道总裁中不可自拔, 死亡之期恐将不远了,当初带流量明星走起下坡路,明星光环,也渐渐发威视效后, 转型便成为他们退到路上最大的绝杀武器,只是,这转型之路恐怕还将再走一段时间, 转型背后,是谁杀死了昔日语义,初带流量明星面临转型阵痛期, 显身带流量之路又将如何,以今年偶像练习生C位出道的蔡徐坤为例, 选项节目加深之际,蔡徐坤只用了三个月时间热度改超路韩, 热度比路韩公布练习数据还高,随后其拿下的代言,商业活动, 乃至于影视作品的上线,网剧是很早前拍的,都令任先生羡慕, 在在去年我才不会被女孩子欺负之后,蔡徐坤已有很长一段时间, 未在公众视野内露面,只剩自家粉丝全低自嗨,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可视性的商业活动,和更大范围的曝光度, 初代流量明星如此,新生代流量明星艺员,究竟是谁杀死了流量明星们的昔日语义, 说当其中的便是艺人们演技朵子略的自身问题, 在去年演员的诞生节目中,张思怡就曾以正访,任嘉伦演技问题, 谈到演员信念感,首先他批评了当下年轻艺人指流量明星, 演技苦后缺缺,其次泰安指了两位演员,在现场的表演, 不具备任何角色带入,演员与演员之间没有任何信任, 而这实际上,是当下年所有流量明星的表演通病, 面拍脸,胡乱扎戏,靠配云拯救,已成IP剧中常见现象, 长得好看,飞色班出身艺人,扎推进入演艺行业, 以致影视圈必定,再来便是行业乱象, 重生的游戏规则问题,当下诸多影视作品, 为了迎合市场观众口味, 常常高昂聘请毫无演技的流量明星, 如杨颖在拍《故宝不再赏》时网传片酬高达八千万, 杨阳在舞动前昏, 师爷曾被爆料片酬达八千万, 诸如此类案例不胜枚局, 但高价片酬背后匹配的却是与其不相符的面谈演技, 难免让观众对流量明星先生厌恶,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, 随着小众文化开始崛起, 圈层爆款思维方式以应运而生, 在一顶级流量为首的过去, 白夜追求、震魂、延续攻略等小众, 爆款逐渐突破次元币, 引流至大众市场, 从而带来了白月明翻红, 白玉珠以龙, 以应爆红, 以及秦兰, 聂远的复古文化, 不难发现, 网络化语全变得欲发重要, 而圈层流量的速成, 也是必会在流量上的流量明星形成了一定伤害, 纵观以上几条原因, 可以发现的是, 无论是哪种原因, 好作品始终是贯穿流量明星发展之根本, 分众时代, 顶级流量当前虽广不敌众, 但若有好作品加深, 也不会落得被杀死窘境, 流量时代真的会消亡吗? 顶级流量走下坡路, 流量明星带货能力下降, IPG影响力效果甚微, 至此, 外界传出言论流量时代或将走下消亡阶段, 但这一切在娱乐独角兽看来,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, 其实, 流量明星与流量并不能混为一谈, 从影视圈职业定位来看, 流量明星是区分于演员, 混于演员和偶像之间, 的一种特殊身份存在, 而流量则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下, 用于衡量电影、 剧集、 综艺乃至个人人气的打数据, 在大众流量的市场红利被逐渐吃透, 粉丝经济逐渐下滑之际, 王菊、 山珍哥哥、 TF老博尔森与粉丝文化相伴的江湖老胖却逐渐出圈, 甚至翻红, 就连网友一年的淑女的品格, 也在网友起哄下, 落下石锤, 影剧版同时启动, Probey将当初一夜成年靠的是, 过人的短视频创意, 白与朱一龙顺势出圈主要依托一句中原设, 胡一天走红主要在于有小美好作品加持, 近期巧无声息, 也是因其小美好之后, 并无新鲜内容持续输入, 观众对于流量明星是长情, 也是健忘, 当初那些追着要给嫁嫁又婷的女孩, 后来还不是又栽倒在胡一天, 秦昭林, 邓伦的怀礼, 市场上好的内容只会越来越多, 那些只退不进的流量明星, 势必会被观众抛弃脑后, 只见些人笑, 不见揪人哭, 将会是影视全生存常态, 被抛弃的从来只有无作品加深的流量明星, 而非流量, 在流量面前, 观众是感性的, 也是理智的, 能给当下流量明星留下的唯一活路, 只有软型, 就是杨阳, 李乙凤, 乃至整个偶像文化产业, 需要面临的并然选择, 和尾文化产业, 请不吝点赞, 感谢观看